高中课纲违调案引起各界两极化的评论 昨天再度有部分学者和高中老师联合民间团体来召开记者会 批评政府企图透过教科书对学生洗脑 拿出公文担任大职高中公民老师的黄一中指出 教育部调整高中课纲 宣称都按照程序邀请高中老师参加公听会 不过大家都在截止日的前一天 甚至当天才收到公文来不及参加 曾经担任过95年跟99年公民与社会科课纲委员的学者也表示 这次调整根本没有必要 应该要光明政大讨论的议题教育部却偷偷摸摸 我认为说其实是就是一个洗脑的企图 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洗脑几乎都是会失败的 而全国教师工会总联会直接点名部长蒋伟宁 根本专断独行不与各界沟通 你把沟通变成是独木桥 你把沟通变成是单行道 你自己帮你自己两年的政绩打了不及格 学者高中老师与民间团体要求教育部退回程序不正义的高中课纲调整案 但教育部回应立场不会改变 课纲确实经过一个合法合线的一个程序 教育部应该会持续的公告 民间团体则重申教育部不顾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 是最负面的公民教育教材 记者林前门张国良台北报道